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8日星期三 是赖子聊书的第三期 我是赖小刚 今天聊的话题是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2018年10月4日的一个讲话 要聊聊美中关系 怎么会在三年半的时间内 就是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后 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变得连军事对抗都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了 我们先要简单的回顾一下 埃里森教授在命中注定的战争 就是这部书 也是我上两期聊的内容 列出了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四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妥协与容纳 第二个方案是从根基上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个方案是 以谈判尽量延长和平的时间 第四个方案就是接受中国大陆的方案 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作者然后借着回顾里根总统 以格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一个对话 委婉地说出了残酷的现实 这就是美中两国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只有出现共同的敌人时 两国的紧张关系才能得到缓和 作者最后指出 两国矛盾的根源是两国的国内问题 解决各自的国内问题是改善美中关系的核心 那么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采取了哪一种方案呢 我们先看一看 川普总统与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互动的 川普在2016年11月当选后 就接听了来自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 这是自1979年美中建立关系以来的第一次 川普是在提醒北京 他会在北京最敏感最忌讳的问题上有所动作 北京立刻反应 直接了当地告诉川普 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的核心 川普是美中关系的核心 川普对北京的反应没有回应 由于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 他发射的导弹也越打越远 已经能够打到美国的本土了 面对朝鲜的核威胁 美国扬言要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北京十分紧张 急剧减少了对朝鲜的援助 在这种背景下 习近平总书记应川普总统的邀请 于2017年4月出访了美国 就双方十分关心的问题 就是朝鲜的核问题和两国的贸易问题进行了会谈 会谈的气氛十分热烈 北京加强了在联合国框架内对朝鲜的制裁 美中关系一度变得更加紧密 就在这年的十月 中共召开了十九大 开始了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 大会还通过了两个百年的决议 这两个百年的决议是 在中共建党一百周年时 把中国建成小康国家 在中共建政一百年时 把中国建成世界第一流强国 十有大结束后不久 川普总统就回访了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予以热情接待 双方讨论的中心问题 还是朝鲜的核问题和美中贸易问题 川普总统的要求是 朝鲜必须销毁核武器 美中贸易必须对等和公平 双方没有就这两个问题达成协议 而北京还继续在联合国决议内 对朝鲜实施制裁 川普总统在访问北京后 加大了对朝鲜的军事压力 并于2018年初开始增加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最初是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 之后升级到对中心公司的制裁 在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后 中国大陆出现了中共要修改宪法的传言 2018年3月初 中国大陆召开了例行的两会 这个传言被证实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关于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被取消了 由于中共党章中没有对总书记的任期有限制 习近平总书记可以无限期地担任 中国大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打破了中共在终身制问题上的共识 结束了领导人任期问题上的惯例 在中国大陆发生如此重大的制度变更后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北京进行了正式访问 习近平总书记向金正恩展示了 中国大陆近年来的巨大发展成就 而金正恩则表现出公顺 金正恩访问北京两个半月后 川普总统就在新加坡会见了金正恩 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会晤朝鲜领导人 与此同时 美国继续增加关税 把加税的产品从最初的太阳能电池板 扩展到铝钢等1300类产品 在2018年5月29日 美国政府又宣布要在6月15日 对5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征收25%的关税 面对川普总统 以增加关税施压的方式 北京以软硬两手来应对 在软的方面 北京增加了从美国的进口 以减少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 在硬的方面 北京表示出 不接受美国的施压 拒绝就贸易规则问题与美国谈判 北京表示 如果美国要在6月15日征收25%的关税 北京就要施加同等规模的关税 以示报复 当美国政府于6月15日 宣布征收25%的关税后 北京宣布征收报复性关税 美中贸易战就此开始了 我之所以用这么长的时间 来回顾美中关系 回顾自川普总统当选 到美中贸易战打响这段时间 回顾这一段时间的两国发展轨迹 是因为这个轨迹 事关川普总统对北京的判断 事关他是否修改对华政策 甚至做根本性的修改 这个轨迹涉及三个相互交织的问题 第一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问题 第二是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问题 第三是美国经济安全与复兴问题 川普总统入主白宫后 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对北京进行了战略侦查与战略试探 然后发起贸易战 在贸易战进行了三个月后 川普总统又通过自己的副总统 彭斯之口向北京发出警告 如果北京不改选更张 进行体制改革 从制度上消除导致美中贸易不平衡的因素 美国将改变它自1972年以来的对华政策 彭斯副总统就在这个背景下 就美中关系发表了他的演讲 他首先回顾了川普总统当政以来 美中关系的发展 说川普总统与新英明总书记 建立了坚固的个人关系 在推进朝鲜半岛的去核化 他的话分接着一转 说道美国人民有权知道一个事实 北京正在使全政府的手段 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 正在挑战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地位 在改变国际秩序 为此美国已经决定给予坚决的回击 彭斯副总统之后回顾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历史 他说美中关系的历史 可以追求到美国在18世纪70年代的建国之初 那时中国向美国的商人敞开了大门 进口来自美国的人身和皮毛 当后来欧洲 俄国和日本入侵中国时 美国拒绝加入其中 坚持门户开放的政策 坚持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 美国的传教士此时来到中国 他们被中国人民所吸引 一方面传播福音 一方面建立学校 这些学校后来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与中国是盟国 美国确保了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彭斯副总统接着说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控制了中国大陆之后 就开始扩张 竟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兵戎相见 然而美国政府和人民 并没有因为朝鲜战争而视中共为死敌 美国在1972年后 就逐步恢复了与中国大陆的各种往来 在苏联垮台之后 美国还认为中国将变成民主自由国家 就向中国敞开了大门 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这样做是相信中共会发生变化 相信中共会尊重自由主义原则 会尊重私人财产 会尊重宗教自由 会尊重人权 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 中国共产党利用了美国的这个愿望 对美国进行不公正的贸易 以牺牲美国的利益 将中国的GDP在17年内增加了9倍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共还企图控制全世界90%的最先进的产业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北京正在使用一切手段来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而知识产权正是美国领导全球经济的基石 为了把美国挤出西太平洋 北京正在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 大规模的整顿军备 北京还为此挖了债务陷阱 又使一些国家如斯里兰卡 陷入陷阱 在控制这些国家的港口等要地 北京还干扰和威胁美国学者 用是否给发签证的办法来影响他们 北京通过中国学生选者联议会 监督和威胁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 不仅如此 北京还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 试图左右美国的公众舆论 影响2018年的国会选举 和2020年的总统选举 不想让川普总统连任 北京的所作所为 令俄罗斯相行见处 彭斯部总统声称 川普总统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美国已经采取了行动 人们对中共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 一个对中共的共识正在形成 川普总统对北京的政策 得到了许多工商界和农场主的支持 也得到了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支持 彭斯副总统最后说 美国希望北京很快会以行动 而不是以言辞作为回应 他相信川普总统的领导能力和远见 相信川普总统与习近平总书记之间的关系 相信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持久的友谊 相信上帝对两国的眷顾 会让两国迎接共同的未来 英语国家的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上 报道了彭斯副总统的这个讲话 在海外的汉语事件 这个讲话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有影响的中文媒体人 甚至把他比作温斯顿丘吉尔当年的铁幕演说 彭斯的演说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 的确有相同之处 但与铁幕演说相比 彭斯副总统是希望北京能够悬崖勒马 而丘吉尔则是在提醒大西洋两岸的人民和领导人 苏联正在建立一个贯穿欧洲南北的铁幕 把欧洲一分为二 以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 以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先锋 对西方构成了直接和致命的威胁 丘吉尔因此号召英语事件携起手来 建立和领导民主阵营 遏制苏联的扩张 与苏联不同的是 中国从来没有对西方构成过军事威胁 相反中国是欧洲俄国和日本侵略的受害者 这个不同就引出了彭斯副总统演说的中心思想 美国一直对中国人民充满美好感情和期望 美国没有参与欧洲 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美国帮助中国维护领土完整 帮助中国着手现代化建设 在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 把中国送入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 可是中共建国后 以自己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帮助中国大陆到达今天的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 但是中国大陆以道歉 逐步侵蚀美国的技术优势 降低甚至无视本国人民的基本权益 打乱了世界市场的秩序 威胁到了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 尽管美国对北京已经极度失望 但还抱有希望 仍希望能够与北京携手走向未来 那么北京是如何回应彭斯副总统的这个演说呢 赖子聊书将在下周三的节目里向大家介绍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下次节目见